美国作家安迪威尔的作品《火星救援》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试问,如果你被困在了一座孤岛上 能否利用岛上仅有的资源 克服困难生存下来呢? 如果被困在其他星球上 同地球的通讯信号中断 又是否能做到呢? 2035年,美国宇航局NASA的宇航员们到达了火星 计划在此进行数月之久的科考活动 但一场巨大的沙尘暴 让他们不得不紧急撤离 返回过程中,由于一个意外 宇航员马克·沃特尼被只身抛在了火星 从此,马克开始了火星上的求生 面对制作食物,制造水源,建立通讯 逃离沙暴等各种艰难困苦 马克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 与陌生的太空环境作斗争 我们会跟随马克经历别样的人生体验 在茫茫的红色星球上 体验一个人的喜怒哀乐 《火星救援》是一本硬科幻小说 所谓硬科幻 是指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 心理学、医学等硬科学为基础的 以严格技术推演和发展道路预测 以描写极其可能实现的新技术新发明 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的科幻作品 在书中,马克的每一个行为都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经自己或地球细致地推演分析 而得出的结论 例如,马克在制造水时 需要养合氢作为原料 要使用飞船的燃料 连氨来分解出所需要的物质 这必须掌握化学反应方程式及反应条件 马克在乘坐运载火箭与队友的飞船对接前 需要拆卸火箭所有非必要的零件 这需要对火箭构造极为了解 此外,为了提高与地球的通讯效率 双方使用了16进制来编码信息 这要以计算机与数学的学科为基础 如此例子数不胜数 马克简直把他们玩出了花样 体现了极高的综合素质 教科书上一个个死板的符号 都变成了绝境中的救命稻草 除了马克超强的独立生存能力 队友和地球的帮助也是他能脱险的重要因素 队友们冒着生命的风险 公然违抗宇航局的命令 在太空中多待了533天 返回火星营救马克 舍己为人赶天动地 地球上有着太多人和组织 在为这个营救工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们当中还有许多无名英雄 这其中有思维保守但一片攻心的NASA高层 有坚决与官僚主义斗争的下属 有加班加点制造火箭的工程师们 有献出自己的火箭 用于营救的中国 以及观看营救时紧张的紧握两手的夫妇 本书的英文名直译呢 其实是火星人 但中国的译者充分理解了全书的主旨 译为火星救援 这个译名站位更高 利益更深 一方面 火星是马克的主场 需要他来处理问题 另一方面 救援体现了队友和地球所做的努力 他们是马克坚强的后盾和依靠 远足的人在深山里迷路了 人们会发动搜救 火车出了事故 人们会排成长队现血 地震毁了一座城市 全世界的人都会捐出紧急物资 这种本能扎根于人类社会 每一种文化都不例外 这是小说《火星救援》中 宇航员马克·沃特尼的感叛 正是在人类社会的这种文化和精神的之争下 火星 地球 太空 三地跨时空联动 上演了一幕幕以意志 智慧 善良 人道交织的科幻剧 本书作者安迪·威尔出生于美国 父亲是粒子物理学家 母亲是电气工程师 威尔从小就受到理工科氛围的熏陶 他爱读阿西莫夫等科幻名家的作品 年轻时 威尔曾是一名程序员 业余时间在自己的网站上写科幻小说 每次动笔前 威尔总会调研大量专业材料 经验轨道力学 天文学和人类航空的历史 力求使自己的作品符合现有的技术 威尔说 我对书中每个事件的发生时间了如指掌 这也足见其写作的严谨 更值得一提的是 有谁能想到在科幻作品中细节考究 思维严谨的威尔竟是个恐非症患者 他用生动的笔触让读者在阅读时 有了乘坐飞船的体验 自己却连飞机都不敢上 他创造了笔下瑰丽的科幻世界 自己却无福沉浸其中享受 威尔在写火星救援之前 就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中尝试写过 《地球人被困在火星》的主题 因此系统成书的火星救援 是威尔长期深思熟虑的极大城市作 一开始 威尔试图找出版社发行火星救援 被拒绝后 威尔开始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连载作品 但由于作品过于火爆 他用粉丝要求在电子书商店上线了作品 仅受99美分 这是该电子书网站定价的下线 三个月后 火星救援冲上了该电子书商店 科幻类的畅销榜 购买量甚至超过了网站上免费版本的下载量 出版社这才如梦方形来找威尔签约 火星救援纸质版发行后 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数月之久 火星救援原著及其所改编的电影 均获得余果奖 它还被翻译为超过45种语言 这些一本还在各自的国家获了奖项 日语 西伯来语和西班牙语一本 分别获得了星云奖 盖飞奖和伊格诺特斯奖 华尔街时报评价火星救援为年度最佳科幻小说 而实际上 火星救援所产生的影响 早已超越了一本科幻小说的范畴本身 它有了独特的象征意义 化身为一种理性的信仰 在美国宇航军NASA猎户座飞船的 首次太空飞行测试中 火星救援就被放在旗上 并顺利抵达了发射的目标点 太平洋 NASA专门建了一个网站 网站上有马克在火星上的跋涉轨迹 还有对健康状况的报告 这在一定程度上 是NASA火星任务的先导 也正是因为火星救援的专业知识 惊得住推敲和研究 所以 即使作为一本小说 也能为严谨的学术界所接受并讨论 为而把天马行空的想象 和严谨的技术细节 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相关专业的学生 还把火星救援 作为硕士博士课题的研究内容 围绕本书展开的一系列研究 经常发表在业界学术刊物上 著名刊物出版者周刊评论道 为而巧妙地把技术细节 和宏观设计结合起来 这样可以满足硬科幻迷 和大众读者两方面的不同需求 仰望星空 脚踏实地 大胆假设 小心求证 与中国读者熟悉的三体相比 虽然两者都是硬科幻 但火星救援更注重 技术细节对情节的推动 三体则是用科学的概念和意识 来为情节服务 我们将一起走进这本书 走进威尔设计的火星世界 一位地球人 是如何在一个寸草不生的星球 生活了18个月的 他是如何克服 一个个具体而现实的问题的 他最后能顺利回到地球吗 我彻底完蛋了 这是我考虑再三后的结论 完蛋 这是宇航员马克·沃特尼 在火星上受伤昏迷后 醒来的第一反应 这几天 本来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作为一个宇航员 能在层层筛选中脱颖而出 执行重要任务 这是莫大的荣耀 但现在反而成为了他噩梦的开端 马克唯一能做的 就是把死亡前做的事情 记录在日志里 希望即使肉体湮灭 以日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 有一天也能被后人发现 他究竟遭遇了怎样的状况 以至于陷于如此绝望的境地呢 在绝境下的他 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还能生存多久呢 人类为了探索太空 提出了扩展地平线的伟大口号 启动了以火星为目标的 阿瑞斯系列计划 阿瑞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战神 以此命名寓意着对火星的征服 在此之前 阿瑞斯一和阿瑞斯二的船员 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马克就是阿瑞斯三计划的成员之一 包括马克在内的多名宇航员 首先从地球乘坐飞船 到达赫尔莫斯号 再由赫尔莫斯号将成员们运往火星 这艘用希腊神话中的信使之神 旅行之神赫尔莫斯命名的飞船 承载着人类走向太空的美好愿望 遗憾的是 信使之神并没能保佑马克 当他随同团队在火星表面作业时 遭遇了可怕的沙尘暴 鉴于沙尘暴过大 美国宇航局NASA下令取消任务 命令他们乘坐专门的飞船 火星升空飞船 返回位于火星轨道上的赫尔莫斯号 在前往火星升空飞船的途中 狂风裹挟着设备的天线 刺穿了马克的太空服 并深深刺入了他的腰部肌肉 索性没有把身体穿透 队友试图却拉马克 但他已然失去了知觉 马克被太空服的氧气警报吵醒 他面部朝下埋在沙子里 伤口的血液喷涌而出 因祸得福的是 血液在火星气压下蒸发后的残余物 把太空服的洞堵上了一部分 忍着巨大的疼痛 马克咬紧牙关 把插入腰部的天线 以最快的速度拔了出来 并迅速用随身携带的补丁包 把太空服的洞口封上了 他一路盘跚地走向原定的位置 却发现火星升空飞船不见了 看来队友已经乘坐他离去 这几乎宣告了马克的死刑 因为没有这个装置 他就无法返回赫尔摩斯号 无法乘坐赫尔摩斯号返回地球 就这样 马克孤身一人被留在了火星上 索性还有另一个装置 栖息舱 这是宇航员们在火星表面的基地 用于日常的休息和补给 里面还有点生活用品 供马克生存一段时间 栖息舱内维持了正常的气压 在里面不需要穿太空服 马克检查了里面的基础设施 与外界的通讯完全断了 但之前六个宇航员的食物 配给他一个人 可以供他吃300天 太阳能电池板 用来制造氧气的养合机 和生成水的水循环装置 都正常工作 马克对形式进行了初步的评估 如果通讯设施无法恢复 那他就只能等待四年后 下一次火星任务的 飞船登上火星 才能得救 但以目前的条件看 他远远坚持不了四年 只能争取 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为了解决星际旅行中的各种问题 每名宇航员都身兼数值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比如马克就是团队的植物学家 和机械工程师 他的专业背景发挥了作用 推迟了原定的死亡日期 马克开始了劳作 翻遍了食物补给后 他找到了土豆 这类能种的东西 平时直接扔掉的粪便 现在也要像宝贝一样存起来 马克把粪便用厕所的装置 进行处理 风干后真空封装到密封袋里 这样就可以增强火星土壤的肥力了 他甚至堵上鼻孔 忍受着臭味安慰自己 越臭越好 说明活性越强 细菌们正忙着呢 在栖息舱的地表上 他铺上肥沃的土壤 播种上土豆 火红色的星球上 竟长出了一抹绿色的嫩芽 为了坚持到四年后 下一艘飞船到达 马克不得不精打细算 为了提高土豆产量 他在土豆苗发芽后将其深埋 这样上层就可以负重更小的幼苗了 他把其他宇航员的床扳开 将栖息舱能利用的地面面积 全部利用起来 可是对灌溉这些土壤需要的水 进行评估后 他发现目前能产生的水还不够 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只好先把能做的事情先做了 好好活在当下吧 中了几天地后 马克想出来一个危险的造水计划 用氧气和氢气燃烧获得水 所需的原料从哪儿来呢 氧合积可以从二氧化碳中提取氧气 氢气则麻烦些 需要从飞船的燃料中提取并收集 这将是一个危险的化学反应 在进行操作前 他专门把日志备奋了一份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被炸死 马克还需要火来促使燃烧反应的发生 要知道 在太空飞船这种特殊环境中 任何一点火星引起的燃烧都是致命的 因此几乎找不到可燃物 他搜罗了队友留下的所有个人物品 终于找到了队友马丁尼兹的一个木质小十字架 利用电线的火花和纯氧就能让它烧起来 大量的氢气燃烧起来 反应产生的热量和水 使得室内几乎成了热带雨淋 温度有30度 湿度更是极高 渐渐的 马克发现反应的耗氧量比预计的要慢 经过分析 他认为原因是从飞船燃料分解出的氢气 并没有完全参加反应 而是有一部分飘散到了空气中 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可怕的地方 空气中混合着氢气和氧气 一个火花就足以引起爆炸 他迅速离开了栖息舱 在舱外苦苦思索对策 最终设计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行动计划 首先 把土豆移栽到其他地方 这是为了避免在排除气体的过程中 土豆被冻死 接着 把温度降到1度 这个温度下 土壤中的细菌会冬眠 这样 就不会因后续流程中氧气过少而死亡 这时 使用气体调节器 把空气中的氧气提取出来 最后 利用手动添加的氧气 把空气中的氧气烧光 计划看似很完美 却忽略了一个小细节 这引发了剧烈的爆炸 被炸伤的马克顾不上休息 迅速逐个检查了所有的设备 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其中 最让他牵挂的 竟是土壤中的细菌 这对土豆的生长至关重要 当他看到显微镜下的图像时 总算长输了一口气 接下来 需要检讨事故原因了 马克大骂自己是笨蛋 原来 他之前忽略了呼吸中呼出的氧气 这导致了对气体成分的误判 我们了解到火星任务的背景 还见证 马克为了自己生存所做的努力 他处理了自己的伤口 规制了自己能掌控的设备 开始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来种植土豆 并在制造水的化学反应中 遭遇了爆炸事故 马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 把可以利用的资源的作用 发挥到了极致 虽然依旧前途渺茫 但每多活一天 对他就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冰于溺死的人 即使只有一根救命稻草 也要拼命抓住 更何况 马克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宇航员 马克还能活多久 他又会遇到怎样的棘手问题 地球和反乘的赫尔默斯号 在做着怎样的努力 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情况下 马克处理了身体的伤口 规制了能掌控的设备 开始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 来种植土豆 他在制造水的化学实验中 遭遇了爆炸事故 索性没有危及性命 那么接下来 他又会遇到怎样的棘手问题 地球上的人 又在做着什么样的努力 这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地球和处于返航的赫尔默斯号 联合举行了马克的追思会 总统在地球上 宇航员团队的刘易斯指挥官 在太空中分别向马克制了道词 活动结束后 NASA的主管特迪·桑德斯 和他的下级火星项目负责人 文卡特·卡普 却在办公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由于本次任务的提前结束 火星上还有着大量没有完的补给 我申请以极小的预算 再次启动一个新的项目 文卡特说 特迪问文卡特 在不确定一切设备完美运转的情况下 将宇航员送上火星 你认为我们能允许吗 文卡特回答 设备有没有受损 我只需要申请一颗卫星拍个图像 就可以判断 我们拍摄的照片会直接向外界公布 那意味着 马克插着天线的尸体会公之于众 这将是一次公关危机 媒体对此事的热情刚消退 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特迪打断了自己的下属 面对满脑子官僚主义的上司 文卡特想了想 只好从别的角度全说 不妨这样想 我们可以声称 新项目计划将马克的遗体运回地球 这就能获得国会的支持了 而媒体的关注 正好能帮我们实现这个计划 特迪哑口无言了 凌晨三点 明迪帕克无聊地指着夜班 他的任务是监测火星卫星数据 事实上卫星都能正常工作 所以他的任务仅限于转发影像 他怀着好奇的心思 寻找着影像上马克的尸体 这时他发现了异常 栖息舱外有着明显的人工改造痕迹 得知消息后 文卡特亲自来到现场查看情况 经过对各种可能情况的分析 他们得出结论 马克还活着 地点火星 马克继续考虑着自己的求生计划 眼下土豆种植还算顺利 但他需要做更长远的打算 下次火星任务 阿瑞斯四号的计划降落地点 距离他目前的位置 大约3200公里 他需要乘坐卖油车 前往遥远的目的地 但车内温度如何保证呢 蓄电池主要用于给车提供前进动力 如果令其维持车内正常温度 续航里程将直接减半 苦中作乐的马克 模仿NASA使用希腊诸神的命名风格 为自己的卖油车实验任务 命名为天狼星一号任务 热物目标是测试在电神满电的情况下 卖油车能达到的续航里程 在不开加热气的卖油车里 他被冻得瑟瑟发抖 无心继续测试 匆匆返回 马克鸣思苦想 终于又想出了一个点子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不辐射产生的热能来供暖 这个方法的危险程度 比上一期使用氢燃料来产生水 还要严重得多 布的辐射性极强 一旦泄露 对附件的人将是灭顶之灾 正因如此 他从来都是迫不得已时 才敢启用的备用手段 在此次任务中 布就被刘易斯指挥官 专门深埋在了一个指定位置 马克把此次寻找布的任务 命名为天狼星二号任务 他按照已经掌握的信息 推测出了布的位置 并成功挖出了布 马克将布小心翼翼地放在车上 很快 车上的温度就热得无法忍受 他只好加倍小心 一点点敲掉了车的部分保温层 以此来加快车的散热 马克俏皮地自言自语 嘿 我很好奇 如果NASA知道 布被我这么玩的话 会怎么想 他们很可能会缩到桌子底下 抱着他们的计算纸 瑟瑟发抖吧 马克的漫游车系列实验 已经进行到了天狼星四号任务 这次他将走得更远 给地球上的人出了个雅谜 地点地球 火星任务总监文卡特 来到电视台参加CNN专题节目 马克沃特尼报道 他回答了主持人的问题 主持人问 马克获救的唯一希望在于 前往阿瑞斯四站点 您认为他本人也是这样想的吗 文卡特回答 嗯 很有可能 那是他唯一的希望 但去那儿的旅程将十分漫长而危险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隐藏了马克对布的使用 主持人又问道 那他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为了能与地球建立通讯 采访结束后 NASA各部门的头头聚在一起开会 大家讨论了目前可能的方案 但仍然没有头绪 此外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NASA高层刻意隐瞒着 赫尔默斯号上的船员 未曾告知他们 马克还活着的消息 他们担心船员会因自己 遗弃了队友 产生自责情绪 导致返航过程中发生意外 高层的隐瞒 招致了很多下属的批评 下属认为 赫尔默斯号上的船员拥有对自己队友生死的知情权 NASA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应对突发情况没那么敏捷 但这次遇到了生死考验 大家都想为营救马克出力 高层开着他们的协调会 业务一线的同志 也尽着自己的职责 负责观察影像的鸣笛注意到 马克的车已经离开七夕舱156公里了 他究竟为什么要离开这么远呢 他向主管文卡特报告了这件事 文卡特盲目地看着马克的坐标 突然灵感迸发 文卡特冲到了相邻的办公室 一把扯下了墙上的海报 过不上办公室人员惊愕的目光 迅速定位着马克的坐标点 火星探路者号 他的目标是当年失联的 探路者号的通讯设备 他们惊呼道 地点火星 正如地球上所猜测的那样 马克此行的目的正是探路者号 在漫游车上的日子里 他竟然对七夕舱产生了思乡之情 想回去耕种土豆田 马克是第一个对火星产生思乡之情的人类 由于火星没有磁场 无法利用指南针导航 他便用火星的卫星福波斯来作为指引 他相当于火星上的月亮 他拉着探路者号回到了七夕舱 马克回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拼命甩手臂 绕圈甩 因为漫游车的空间实在是太狭小了 马克开始尝试对探路者号进行修复 他尝试复盘了当年探路者号出现故障的过程 电池电力下降到了临界点 电子元件因为太冷而无法运行 系统就关机了 后面即使太阳能电池充满了电 也无法通过停止运行的电子元件 下达重启指令了 他一边修一边想 纵然修好了通讯器材 地球也只有极小概率在接听着 探路者号团队成年累月的蹲点 就是为了等待他们早就完蛋的探测器 被一个任性的宇航员修好 这怎么可能 但信号监测设备开启时 奇迹真的发生了 地球的信号传回来了 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次通讯是跨越星辰的新兆布宣 原来在发现马克此行目的地后的二十天里 探路者号团队加班加点 修复了早已废弃的系统 他们等待着马克的通讯 我们见证了马克利用布 来升高自己的驾驶室温度 并成功运回了探路者号上的通讯器材 地球上的人们发现了马克还活着 预测了他种种行为的目的 成功与他建立了初步的通讯 建立通讯后的双方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呢 接下来 马克是否能一帆风顺呢 赫尔默斯号上的船员们 又在做些什么呢 马克曾无数次设想过这个场景 在与地球建立的通讯后 他要欢呼雀跃 但想象变为现实的时候 他却坐在土豆泥巴地里 嚎啕大哭了起来 目前地球上的专家 能调动的探路者设备 只有摄像机平台 他们可以使摄像机在火星上旋转 马克手写了便条 上面写道 你们收到了吗 并把写有答案 是的便条 放在地球能看到的位置 地球远程移动了摄像机 指向了是 简单的一个字是 让马克欣喜若狂 他调侃道 这与表白时得到是的回复 处于同一个量级 由于距离较远 需要半个小时 才能回答是或否 而且如果使用26个英文字母 360度旋转的摄像机 很难分辨每个字母的视角 聪明的马克 想到了使用16进制 再加问题卡 就是17张卡片 每张卡片可以分到21度的空间 再翻译编码 但这种交流方式 仍然略显费劲 需要紧盯着转来转去的摄像机 还要对信息进行解码转换 效率不高 针对这个问题 地球上的工程师们 想出了新的办法 利用他们传送的升级命令 由马克手动升级火星上的软件 终于通讯系统成功升级 马克 我想说明 这一切不是队友的错 哦对了 他们发现我还活着后 说了些什么 地球 目前我们还没有告知他们这个消息 希望他们能专注于目前的任务 马克大怒 你们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 赶快告诉船员们 我还活着呀 马克被困在火星上的好处之一就是 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批评 甚至责骂自己的上级 NASA高层了 地球 请注意你的用词 你的消息会被实时转播给全世界 对待自己的上司 马克像个无赖 哼 我偏不注意 他依然我行我素 虽然身处赫尔默斯后 指挥官刘易斯仍然可以实时回想起 离开火星时的场景 事故发生那天 在确认马克没有任何活着的迹象后 其他成员登上了火星升空运载火箭 操作员马丁尼兹说 处于发射状态 随时可以发射 刘易斯闭上了眼睛 点了点头 很抱歉指挥官 马丁尼兹说 你必须口头 发射 刘易斯说 飞船起飞了 通常来说 一次平安地发射之后 大家会欢呼庆祝 但这次 却只听见一片死寂中的抽泣声 从回忆回到现实 刘易斯叹了口气 心想 那是他下过的 最艰难的决定 赫尔默斯号收到了一份 给全体传员的数据广播 大家聚集起来收听 消息是NASA的一个中层发来的 他一直对高层隐瞒消息的行为 表示不满 我有个消息 实在没有更委婉的说法了 马克沃特尼还活着 房间里静默得可怕 是我把他抛下了 刘易斯自责地说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马克曾就读于 芝加哥大学 植物学专业 现在 母校发来了祝贺 说只要在某个地方种上田 就正是 殖民了他 沿着这个逻辑 马克机灵地说道 严格来说我殖民了火星 这可能是最仁慈的殖民者了 他幽默乐观 只想祈求殖民地保佑他 刘易斯也从赫尔莫斯号发来问候 马克 听说你活了下来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我应当对你的处境负全责 等你回到地球 我请你喝啤酒 马克回复 指挥官 坏运气才是我当前处境的始作俑者 跟你毫无关系 你下达的命令完全正确 挽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我知道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你的那瓶啤酒 火喝定了 好景不长 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了 水循环装致出毛病了 它的效能下降 每天的产水量明显变少了 马克认为 以目前的水的存量来看 这是小问题 即使他用水来洗澡 也还是会有很多剩余 但地球疾风了 不断要求马克 按照他们的指导排查问题 马克 很明显有地方堵了 我把它拆下来 检查一下管道内部 经过五个小时的沈亿和讨论后 地球回复 不行 你会搞砸的 降在外 军令有所不受 马克 马克知道 自己应该按照地球上团队所说的来做 但他就是受不了被一群人整天教育 而独立自主 是地球挑选宇航员特别看重的品质 更何况 地球上还有不了解情况的委员会 官僚主义至极 委员会中的很多人往往会横加干预 于是 经过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马克把零件拆了下来 马克向地球报告 我把零件拆了 找到问题 修好了 地球一时无语 马克还没来得及得意太久 新的考验又接踵而至 又一场沙尘暴席卷而来 晚上睡觉时 马克被声响吵醒了多次 马克对维持栖息舱气压的气阀室 进行检查时 发现经历风暴的气阀室出现了缝隙 在巨大的压力下 气阀室泄露口彻底爆发 把马克震出很远 马克大喊道 你瞧这破事 可恶的气阀室 可恶的火性 任命吧 我完了 几分钟后空气跑光 我也就死了 马克喊累了 脾气也发完了 然后只能拖着沉重的身子 去检查问题 马克能听到稳定的嘶嘶声 如何寻找缝隙的位置呢 答案是 点火 需要用烟来判断缺口的位置 之前的引燃物十字架也没有了 马克再次用灵活的头脑 想到了新的材料 手臂上的汗毛 屡屡青烟 飘向了气闸室地板 这也指明了缝隙的位置 虽然修好了事故中的设备 但由于压力和温度的原因 用马克的话来说 土豆在火星上 暂时是灭绝了 地球吓坏了 几天的通讯中断 让地球无法得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恢复通讯后 借于马克谈到目前的土豆 全部死亡 地球对其可维持生命的时间 重新做了评估 以目前马克仅存的物资储备来看 地球需要48天的时间 来制造一个飞行器 最紧急的任务 是为马克先运送一批食物 NASA各部门的负责人又召开了会议 火箭生产部门反应 在连轴转的情况下 目前的进度仍然落后了两周 NASA的主管特地说道 好吧 让我们变出两周来 他先询问了医务官 想降低马克的食物摄取来争取时间 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 他又转向了发射部门 发射部门称 该流程需要的13天中 三天是实际装配 另外十天是为了测试和检查 这些检查经常发现问题吗 特地严肃地问 房间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发射部门负责人说 大概是2.5%的出所率吧 也就是97.5%的成功概率 特地扫视着屋子说道 97.5%比0好 有谁能想出更安全的办法 来争取更多的时间吗 既然没有 那略过检查流程吧 终于 运送食物的火箭准备发射了 实况转播 让整个世界屏住了呼吸 当火箭顺利升空后 大厅里响起了欢呼声 但到达1500米时 监测部门报告 有点小摇摆 飞船中运载的是 方形的蛋白质营养材料 从微观角度来看 这些蛋白质块 是一些悬浮在植物油中的 固体食物粒子 食物粒子在超重条件下被压缩 但植物油却没变 这使得蛋白质块的形态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因此飞船产生了摇摆 由于压缩的攻击 这种问题没能被检查出来 发射大厅里 警报声此起彼伏 火箭彻底失联了 此时 地球上收到了 马克发来的邮件 发射情况如何 我们见证了马克解决通讯系统 水循环装置 气闸室等所出现的问题 赫尔莫斯号上的队友们 也获知了马克还活着的消息 以及地球给马克发送的 补给火箭失败了 地球还有别的方式 解决马克的补给问题吗 马克又会面临什么新的考验呢 中国国家航天局主任郭明 正在听取他的下属 朱涛的汇报 朱涛向上次报告了 即将发射的太阳神号的工作进度 之后话锋一转 他们提到了前不久 美国刚失事的火箭 郭明说 火星上的马克要挨饿了 朱涛说 嗯 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不会 朱涛的话引起了郭明的注意 他施以朱涛说下去 朱涛说出了工程师计算过后的结果 我们的太阳神号可以改变路线 转向火星 为他送去补起 郭明考虑再三 觉得有必要帮助美国航天局NASA渡过难关 与此同时 NASA的一个科学怪才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他证明了赫尔默斯号重返火星的可行性 这意味着赫尔默斯号上的船员 需要延长飞行时间 冒着风险去救火星上的马克 目前有两个方法摆在NASA高层面前 一个是给马克送去足够的食物 让他撑到阿瑞斯4的抵达 另一个是让赫尔默斯号现在就回去接他 这两个方案都需要用到中国的太阳神号来运送补起 但太阳神号只能执行其中的一项任务 NASA决策层开始了激烈的争论 一个方案风险高 但只会断送一条命 另一个风险低但会断送六条命 最终最高长官特敌拍了板 我决定给马克送去足够的食物 让他撑到阿瑞斯4抵达 这对我们集体来说是一个最优解 如何平衡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是个沉重的命题 虽然有些耿直的下属持激烈的反对意见 但已然无法从正面更改了 上次就是这个不听话的下属偷偷告知了赫尔默斯号队员们有关马克没死的消息 这次他又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助上司做决定了 在赫尔默斯号上 一位船员正在处理家人发来的邮件 一个无法打开的附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经过团队中计算机专家的解码 一个大胆的行动计划被呈现了出来 原来遭特地否定的方案被下属偷偷发送了过来 赫尔默斯号的成员们召开了紧急会议 商讨应该如何行事 船员们从邮件中获知NASA拒绝了这个方案 NASA更倾向于让马克孤身面对更大的风险 而不是让所有人一起冒小一点的风险 指挥官刘易思说 我不想撒谎 我真心想去救他 但这个决定没那么简单 方案是NASA明确否决的 我们这是活生生的叛变 这个词可不是随便用的 刘易思还从另一个角度提醒大家 如果去救马克 在营救过程中 有多个环节可能存在生命风险 如此重要的事项 刘易思让大家逐一表态 如果有一个人不同意 就不会选择这个方案 如果因为这事受到惩罚 以后不让我上天了 那我也觉得 这辈子够了 一个船员说 同意 同意 大家没有任何犹豫 全部同意 在营救途中 船员们在远程与家人谈及此事时 家人表现出了对这个决定的不理解 但船员们坚定地向家人表达了态度 家人固然很重要 但他们必须要先去营救马克 全票通过后 团队就开始行动了 计算器专家攻击了飞船的系统 使其脱离了地球的远程遥控 地球监测到了赫尔莫斯号行为的异常时 飞船已经偏离航线了 NASA高层借目以成舟 只好勉强接受了现状 向媒体通报时 自然也不能提船员抗命的事情 只能说是主动选择了这个营救方案 马克开始为队友的营救行动做准备了 他需要横跨3200公里 到达阿瑞斯4的着陆点 乘坐那里的火星升空运载火箭 与赫尔莫斯号对接 在漫长的旅途中 马克需要带上一些大型的设备 以供正常生命的需要 这些大型机器显然无法通过漫游车入口 地球提出了解决方案 在漫游车上挖一个大洞 将设备装进去后 再用帆布5上洞口 地球让马克做的每一次行动 都会在事前模拟相同环境 反复进行测试 确保无误后才告知马克 那么如何在结实的漫游车上切洞呢 如果使用岩石取样钻 考虑到钻洞本身和钻子充电的时间 加起来需要21天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地球把电压改造方案发了过来 使钻子可以直连电源 殊不知 更大的危机正悄然到来 马克在钻孔时 突然发现电源灯不亮了 他并不慌张 检查了一下 发现是电路断了 他把断路器重置了一下 让其继续工作 还把情况向地球做了汇报 地球迟迟没有回复 这引起了马克的警觉 他开始沿着整个电路来排查问题 排查的结果 让他陷入绝望 由于钻子操作失误导致的短路 包括通讯系统在内的 所有连在电路上的零件 全部烧坏了 之前为了保险起见 马克学习了摩尔斯马 作为备用通讯手段 在其他方式失效后 至少还可以通过石头摆点 来单向通讯 于是 马克用摆石头的方式 向地球传递了消息 计划未变 失去了地球顶尖科学家 和工程师团队指导的马克 之后必须独自解决 路上的所有困难 马克很快恢复了乐观 他一边干活 一边大开脑洞 他想 地球上有个国际协议规定 没有任何国家 可以对地球以外的领土 宣布主权 又有一个协议规定 如果你不在任何一国的领土上 那么海事法将自动生效 所以火星就是国际水域 而在将来 我登上火星升空运载火箭时 就是在未受权的情况下 在国际水域控制一艘航天器 那我就成海盗了 太空海盗 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 马克启程了 马克关掉了 栖息舱的所有设备 周遭突然安静了下来 一片空气 马克第一次意识到 火星上竟是如此冷静 它是沙漠的世界 几乎没有大气来传导声音 马克可以清楚地听见自己的心跳 虽然无法与地球正常联系 但马克不是孤军奋战 地球和赫尔默斯号 都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准备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响起了中美两国工程师的欢呼声 太阳神号顺利升空 它负担着为赫尔默斯号 运送补给的任务 当太阳神号抵达赫尔默斯号时 在宇航员专业的操作下 物资成功运达 考虑到马克只能通过摆石头 来向地球传递简单的信号 地球安排了专人 全天候盯着马克 分析马克的影像 地球上的火星气象学家注意到 火星上最近形成了一个沙尘暴 虽然不会妨碍马克驾驶 但沙尘暴区域的表面受光率非常低 这会影响马克的能量来源 导致其到达目的地的时间 落后于计划 从而错过捡来救援的赫尔默斯号 地球只能寄希望于马克 可以自己发现沙尘暴并摆脱了 孤身一人的马克 将如何解决沙尘暴的问题 赫尔默斯号能否顺利施救呢 我们讲到地球 赫尔默斯号和马克为了救援行动 各自都在做着各种努力 赫尔默斯号主动选择了舍身救人 而马克的火星通讯系统 却遭遇了故障 他无法与地球双向联系 此时 地球上的火星气象学家注意到 火星上最近形成了一个沙尘暴 马克将如何度过火星上的沙尘暴 他能否顺利逃离火星呢 欢迎来到CN马克沃特尼报道 今天请来的是火星任务总监文卡特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呃 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 马克死定了吗 主持人问道 文卡特回答 马克恐怕九死一生了 卖油车唯一的能量来源呢 是太阳能电池板 而即将到来的沙尘暴 将使得它只能利用20%的太阳能 主持人又问 马克肯定会发现有点不对劲 在如此低的能见度下 他很快就能发现太阳能电池出了问题 所以 有没有可能绕过这个区域 文卡特无奈地解释 沙尘暴边缘并不是清晰的一条线 而是一个沙尘密度稍大的区域 随着他继续向前行驶 沙尘密度会越来越大 变化太细微了 每天都比前一天暗一点 以至于无法察觉 真正意识到沙尘暴时 已经进入太深 无法回头了 面对火星上即将到来的沙尘暴 地球上无计可施 原水解不了近火 前一次远行 马克靠火星的卫星福波斯来导航 但这一次的情况 复杂得多 这个方式不足以为他提供导航了 马克知道 火星的转轴轻角是25度 指向了天鹅座的主星天金寺 他利用手头材料 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六分仪 每天晚上都用六分仪对准天金寺 这样便能获知自己所在的维度 于是火星上出现了这样的混搭风 马克穿着21世纪的宇航服 却用着16世纪的六分仪 精度则需要观察福波斯的洛杉时间 通过与电脑时间对比 计算出大致精度 马克按照既定路线前进着 在火星的撞击坑之间 穿针引线 地球和赫尔摩斯号 则眼睁睁看着马克进入沙尘暴 除了默默祈祷外 无计可施 马克渐渐感知到了一些迹象 他发现 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能力有所下降 不过他认为是设备老化所致 并没有放在心上 马克的导航出现了差错 他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位置 他站在高处向四方张望 诡异的情况发生了 几个方向的能见度竟然不对称 马克凭借宇航员的敏锐 开始分析目前的情况 最终得出结论 他已经深入沙尘暴好几天了 马克没有实时卫星照片 不知道沙尘暴的大小形状和移动方向 如果能跟地球通话五分钟就好了 他想 马克唯一能做的 就是摆石头向地球发送短消息 沙尘暴计划中 没有时间怨天游人 马克又一次展现出了惊人的求生本领 他在八十公里范围内 设置了三个太阳能电池板的取样点 比较三个地点在一天里同一时间的电量 以此推算出沙尘暴的形状 但几个点相距八十公里 马克又不能瞬间移动 无法记录同一时间的读书 他想到使用宇航符上的摄像机来记录电量的影像 就这样地球上需要依靠卫星摇测才能达成的效果 被马克用土办法解决了 马克离终点只剩二百公里了 这对于三千二百三十五公里的路程来说 只是一步之遥 可是火星似乎处处跟他作对 漫游车行之一个斜坡时 地面突然塌陷了 漫游车侧翻着滚下了山坡 马克马上把头缩起来 全成一个球 他的应急能力保护了他 他没有受伤 他给地球发了信息 翻车 修 马克把车祸造成的破坏 一一修补重整旗鼓 再次出发 而下次遇到类似地形时 要有办法提前赶支 马克的方法 简单粗暴 放慢车速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翻越山坡后 下次火星任务 阿瑞斯四号提前运送到火星上的 升空运载火箭 已尽在咫尺 马克兴奋地跌出漫游车 一跤摔在地上 又立马爬了起来 他注视着眼前的火星升空载具 张开双臂 简直不敢相信 他在空中跳跃了很多次 双手高举 双拳紧握 然后单膝跪地 拳头不停地挥舞着 地球开始考虑 目前面临的下一个问题 当赫尔默斯号掠过火星时速度很快 升空运载火箭的速度 必须与之相匹配 否则无法完成对接 要达到这个目标 必须尽量减轻升空火箭的重量 以此来提高它的速度 这就意味着 马克要把升空火箭上能卸的东西全部拆掉 有谁能拍着胸脯吹嘘自己 蓄意破坏过价值30亿美元的飞行器呢 嘿 我可以 马克一边拆卸 一边得意地说 运载火箭的驾驶装置 全部被去除 因为其发射和对接都将被远程操控 马克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坐在座椅上 祈祷一切顺利 马克想 如果运载火箭直接爆炸 倒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死法 因为只是一瞬间的事 而如果与赫尔默斯号对接失败 那将是一种酷刑 要耗尽最后一丝氧气活活窒息 地球上 从特拉法加广场到天安门广场 再到时代广场 直播的大屏幕下 人头攒动 办公室的电脑前 酒吧的角落里 家里的沙发上 人们的眼睛都紧紧盯着这场惊天的大救援 芝加哥的一对夫妻看着屏幕 妻子因极度恐惧而站立不已 丈夫温柔地安抚着他 由于通信严实 如果在交汇过程中出现问题 地球及时有解决方案 传过去也会错过处理时机 因此 接下来 全靠宇航员们的随机应变了 马克的升空载具已经准备升空了 我还真好奇要多久才 话音未落 飞船腾空而起 在12个G的重力加速度下 马克晕了过去 赫尔莫斯号和运载火箭的距离越来越近 但当火箭的燃料烧完时 两者的距离竟然还相差了68公里 刘易斯紧急于队员们处理情况 他们需要向马克开过去 但如果这样 交汇速度又将上升到42米每秒 任务难度将再度增加 马克被腾醒了 巨大的推力作用下 他断了两个肋骨 听到赫尔莫斯号传来的信号 对交汇速度过大的问题 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太空幅扎个洞 利用空气来做推进 大家都认为马克的方案过于冒险 但这给了刘易斯启发 刘易斯指出 可以在飞船的气闸室上炸个洞 从而获得推进洞里 炸药对这样一个训练有素的团队来说不是问题 团队中的化学家利用糖和纯氧 制作了相应剂量的炸药 爆破行动 把飞船的速度调整到了目标范围 一名队员离开了赫尔莫斯号 渐渐向马克靠近 马克说 给我一分钟 你是我十八个月来见到的第一个人 两人抓牢了对方的手臂 并把卡扣锁好 赫尔莫斯号收回绳子 将两人拉到舱内 休斯顿 这里是赫尔莫斯 船员 安全登船 整个地球为之震撼 到处都是人群的欢呼声 芝加哥那对紧握双手的夫妻 也完全放松了下来 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 就让另一个星球 牵肠挂动 马克在航空日志中 记录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我生命中 最快乐的一天 马克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接连逃出了沙尘暴 处理好翻车事故 并成功登上了赫尔莫斯号 随着马克登上赫尔莫斯号 火星救援 这本书也迎来了尾声 至此 我们已经读完了小说的全部内容 我们将书里这个故事 回顾作者安迪威尔笔下的 科幻世界吧 经过各方的努力 这场跌宕起伏的火星营救大戏 终于落幕了 我们将书里这个故事 回顾作者安迪威尔笔下的 科幻世界 因为一场极端天气 马克沃特尼被之身抛在了火星 从此 马克开始了火星上的艰难求生 就像鲁宾逊漂流记中的 荒岛求生一样 火星的环境比地球更艰苦 马克的求生之路 也注定更难 顺利活下去的第一步 是以强健的体魄 来适应恶劣的环境 小说没有详细描述马克的样貌 但电影《火星救援》 对此进行了很好的补充 由马特达蒙饰演的马克 最初体格健壮虎背熊腰 饶是如此 经历了18个月的风刀双剑 马克已经变得面黄肌瘦 胡子拉叉 憔悴颓废 马克受过很多次伤 沙尘暴把天线插到他的身体里 坐运载火箭升空时 肋骨被压断 他自己做简易手术的场景 在电影中也有所体现 打麻药像盖章 缝合伤口像丁书记咬 到了营救的简要关头 为了给补给运送争取时间 马克必须缩减食物配几量 以坚持到飞船到达 伤病缠身的马克 甚至还创造了新的吃法 土豆沾着止疼要吃 最终他挺了过来 有句话说 闻名其精神 野蛮其体魄 也只有野蛮的体魄 才能在历经磨难之时 顽强地挺住 好身体是基础 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动手能力 也必不可少 作为植物学家 老本行自然不在话下 马克河里搭配了土壤 肥料 植物水 成功地在火星上 批量种植出了土豆 作为团队的机械工程师 复杂的部件到了马克的手里 似乎被注入了生命 他可以从飞船燃料中 脾取氢气 他能利用危险的 放射性同位素布供暖 他甚至还在地上挖坑后 制造出了简易的浴缸 马克不光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大展身手 在其他方面 也毫不逊色 一砖多能 马克知道 火星上没有磁场 需要利用卫星福波斯 和火星地轴 所指向的天津寺来导航 于是 他自制了六分仪 创造出宇航福加六分仪 这种时空错乱的荒诞搭配 马克在进入沙尘暴区域后 巧妙地在不同点 设置太阳能电池板 利用电池板充电效率的下降比率 来评估沙尘暴的形状和移动方向 这个办法 甚至连地球顶尖的科学 学家和工程师团队都没有想到 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不仅要死即硬背公式定理 而且要在恰当的时候 把自己的积累活学活用 身体和这只之外 更关键的是性格 毫不夸张地讲 马克及人类的诸多优秀品质和性格 于一身 首先他自力更生 顽强不屈 在多次濒临绝望的时刻 他都坚强地挺了过来 历经背弃火星土豆死亡 陷入沙尘暴种种考验 百折不挠 其次他乐观开朗 积极向上 小说中 马克用幽默的语气 喃喃自语 调侃绝境 困境和逆境 地球觉得他一定过得很悲惨 然而同一时刻 他却在火星上 惬意地听着disco 马克饶有兴致地 为自己的历次行动 和火星的不同地点命名 例如天狼星行动 留一丝骨 马克兴致勃勃地胡思乱想 觉得自己殖民了火星 觉得自己是个太空海盗 此外 他临危不乱 泰然自若 很多读者 应该对考场黑板上书写的 沉着冷静多思 十分熟悉 马克确实做到了 无论多么危急的情况 他总能调分履息 找到复杂任务的切入点 马克是冲锋在前的战士 其后站着地球 和赫尔莫斯号上的队友 地球是个复杂的整体 由不同的国家 组织和职业分工组成 但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营救马克 即便是马克眼中 大型的官僚机构NASA 在这种关键时刻 各部门竟然都做到了 以大局为重 中国不惜牺牲自己的发射项目 把自己的火箭贡献出来 运送补给 这体现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哪怕是不相干的普通民众 在营救的关键时刻 也紧紧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默默献上自己的祝福和祷告 赫尔默斯号上的队友们 更是功不可没 当得知马克还活着的消息后 指挥官刘易斯深深自责 其实此事并不怪他 他也把责任揽到了自己头上 当得知飞船如果返回火星 就可能营救马克时 队友们全部选择了营救 纵然冒着生命的危险 纵然可能因违抗命令而受处分 纵然又要增加漫长的太空飞行时间 纵然在地球上的家人们 十分想念他们 他们也义无反顾 队友们的专业技能也相当过硬 他们能在违抗地球命令时 入侵飞船的系统 切断地球的控制 他们能仅通过日常食品 制造出威力巨大的炸药 他们能在突发情况下 控制飞船间的精密对接 正如马克说 为了营救我 我的队友牺牲了一整年的时间 地球有无数人日夜工作 就是为了拿出漫游车和火星 升空飞船的改造方案 他们还造了一个刚升空就爆炸的飞行器 这些加起来要数亿美元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有部分是因为我代表了进步 科学 还有我们梦想了几个世纪的星际未来 但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 每个人都有一种本能 那就是把同伴救出来 火星救援借助科幻故事的外壳 对涉及到的一些宏大命题 也进行了深刻探讨 如科学与人的关系 如果该书只是关于科学的 那么它只会是一本 由枯燥知识堆砌而成的工具书 马克的科学素养固然重要 但科学是需要人来运用的 人的性格品质是贯穿其间的重要因素 本书作者安迪威尔通过本书告诉我们 对宇宙的探索永远不要忽略人的因素 它将是科学与人的结合 本书还展示了官僚主义 与主动作为间的矛盾冲突 虽然听起来官僚主义是贬义 主动作为是褒义 道德上很容易做出评判 但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多 因为官僚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以美国宇航局NASA主管特敌为代表 他们做出的决定固然是从保证 尽可能多的人的安全 对更多人负责的角度出发 但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办事效率的低下 在马克与地球恢复通讯一时 地球上就专门组建了委员会 开始启动对此次太空任务的问责流程 气得马克破口大骂 此后 地球对马克的行为 做了诸多的限制和监督 例如限制出舱时间 这背后既有着业务层面的指导 也有着消极保安全的官僚主义的影子 NASA所做的决定 不告知赫尔莫斯号马克还活着的消息 不同意赫尔莫斯号营救马克 均是被下属违抗后的不得不妥协 第一个决定是害怕引发船员的自责 而影响飞行安全 后者是用马克一个人的高风险 来换得其他队员的低风险 在本书作者威尔看来 如此重大的事项 对当事人应该保证其知情权 尊重他的选择 其实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 衍生出了多样的社会形式 政权形态 伦理 道德 不同国家 民族和组织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的折衷 因此 威尔也只是表达了一种倾向 更多的是把各种态度客观呈现出来 阿姆斯特朗曾说 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 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同样的 合上这本书我们也可以说 活性上救援的是马克的一条生命 却承载了人类无数生命的希望 由一场风暴引起的故事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与大家分享 你今天的听读改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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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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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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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